第八百一十八集 玄水老祖和水母老祖苦苦抵达 玄水老祖原形乃是一头乌龟 乌龟以长寿而组成 它的寿命比高级法道尊者还要悠久 而乌龟又以防御而万民 无论是身躯的防御力还是灵魂的防御力 都极其强大 水母老祖的原形则是一头水母 它的情况和玄水老祖差不多 也是防御力极其强大 即使面对着比自己强横的对手 他们也可以抵挡一阵 只可惜张叶的精神力量 比他们强大得太多 苦苦抵挡了一炷香的时间之后 两大老祖齐齐发出一声惨叫 灵魂全被张叶磨出 张叶把目光投到了向行天身上 此时向行天还在苦苦地抵御着 龙族大能的灵魂攻击 向行天乃是蒙麻苦笑 肉身的防御力极其强大 但灵魂就一般般了 而向行天的精神力量只有法道二重 远远不如张叶强悍 面对龙族大能的意志 他只能苦苦抵挡 根本无法灭杀 张叶冷哼一声 精神力量落到向行天身上 就要钻入向行天的灵魂之中 合力绞杀这次龙族大能的意志 张叶的精神力量刚刚张开 那次龙族大能的意志 立即感觉到了危险 他从向行天的灵魂深处退出 化成了一头虚影 巨龙虚影深深地看了张叶一眼 发出一声叹息 张叶 本张老还是低估你了 这次行动 我们是失败了 张叶 愣然说道 既然失败了 那就永远消失吧 张叶杀鸡熊熊 也不等这个巨龙虚影出生 立即就展开了精神围剿 庞大的精神力量 猛然包围了这个巨龙虚影 巨龙虚影被包围住 却也不慌 他淡淡地说道 我们龙族 是不可能消失的 张叶 我们很快会回来的 张叶冷笑一声 收到 林伯尊者已死 海族的强者也死得干干净净 从现在起 再也没有强者 帮你们破解封印 你们龙族将会被永远封印 直到全部陨落 巨龙虚影 巨龙虚影发出了一声低音 缓缓地 张叶 你也太小看我们龙族了 这个封印 早已经失去了主人 早已经松动 即使没有强者帮助我们 我们也可以在二十年内破开封印 重返蛮荒 你再有本事 也无法阻止 张叶 张叶懒得多说了 精神力量猛地收缩 恐怖的精神力量 一点点地剥夺着巨龙虚影的力量 最终 把他完全绞杀 老大 相行天这时候终于醒了过来 郁闷地 可恶啊 一到这里就被算起了 本乡空有一身力量 都无法发挥出来 一点忙都帮不上 张叶打亮了相行天一眼 发现他并不要紧 只是灵魂受到了一点创伤 这下 放下心来 就道 老弟 正好相反 这次你是帮得我大忙了 这次 龙族一共有三个大能出手 如果三个大能都冲着我来 我就危险万分了 相行天黑黑一笑 眼睛从几位老祖的肉身上掠过 还没有说话 一口口水 就流了出来 张叶一笑 灵魄尊者的肉身归我 其他的都给你 相行天黑黑一笑 老大英明 我这些年 吃的都是星空怪兽 好久没有吃过 蛮黄出品的肉食了 这几个老祖的身体 又粗又长又大 气血充足 味道鲜美无比 正好可以让我解解馋 相行天的身躯 猛然一画 高到万丈高下 相鼻子一卷 水母老祖的肉身 就被卷入了嘴中 再一卷 玄水老祖的肉身 也送入了嘴巴之中 又把半龙老祖的肉身 吞水之后 相行天终于满足地 叹了一口气 说道 好味道 真是好味道 吃了三个家伙 我的灵魂创伤 几乎要恢复了 剩下的巨精老祖的肉身 我先收起来 回去让手下的家伙 好好做一顿巨精大餐 张叶哑然一笑 收起凌波尊者的肉身 说道 走 我们过去 看看龙族封印的情况 相行天把巨精老祖的肉身 收了起来 随着张叶一起 飞到了一处 黑漆漆的虚空之中 虚空之中 几乎每一寸角落 都充斥着浓郁的星辰之力 几乎每一处角落 都有着灿烂的星光 但眼前的这处虚空 却像是一个黑洞一般 任何的星光落到这里 都被吞噬进去 给人一种阴森森的诡异之感 在这处虚空 方圆毅力 就连张叶 都无法调动星辰之力 张叶细细地打亮了一下 轻轻挥出一拳 随着这一拳的挥出 看上去空无一物的虚空 突然间闪烁着密密麻麻的符文 种种奇异的色彩 在虚空之中闪烁 从这些符文和色彩之中 张叶分明地感应到了一种 极其庞大的力量 这种力量 融合了种种的法则 甚至融合了天地意志 好玄妙的手法 苍红剑真是强大到没边 布置出来的封印 居然把所有的龙族都封印住 这是何等的手段 张叶打亮着眼前的符文 心里忍不住惊叹 咦 张叶的目光 突然一凝 他发现 一些符文 已经变得模糊起来 一些禁止手段 不知道如何 也失去了作用 这让封印的威力 在慢慢地减弱 这个封印 真的在慢慢地松动了 看来 最迟二十年 最快十五年 这个封印就会消散 到时候 龙族就会重返盲荒了 张叶盯着眼前的封印 心里面快速地计算 很快 得出了结论 脸色变得凝重了起来 二十年 看起来是一段不短的时间 但对于法刀尊者来说 二十年的时间 一次普普通通的闭关就过去了 张叶心里暗暗地存到 我现在的修为是法刀一重 按照正常的修炼速度 二十年之后 最多可以提升到法刀三重 龙族虽然被封印了十万余年 衰弱不堪 但一些大能 还是拥有着强横战斗力的 取取法刀三重的修为 想要轰杀整个龙族 有些难哪 向行天站在张叶身旁 似乎感觉到张叶的担忧 他呵呵一笑 老大 你放心好了 我们蒙马像一族会帮助你的 到时候 我们就守候在这里 龙族的家伙冒出一个 我们就吃一个 这是多么爽的事情啊 张叶喊喊大笑 笑了一下 张叶把心思抛开 朝着向行天说道 刚刚吃了几个海族的家伙 有没有兴趣陪我去吃凤凰 向行天眼睛一亮 知道张叶是想拉他过去 轰杀凤凰 他兴奋了一下 随即想起张叶的伤势 老大 你受这么重的伤 还能打吗 张叶点点头 没问题的 我虽然受了伤 但我的精神力量还在 一身的战斗力 可以发挥出九成 凤凰现在的势力 虽然比龙族强一些 但都是些法道一重尊者 我们只要防范一下凤凿老家伙的袭击 完全可以把他们轰杀掉 向行天长鼻子一挥 那还等什么 走啊 凤足封印之地 这里同样是一片黑漆漆的虚空 无论是星光还是星辰之力 通通通都被虚空吞噬 找不到一丝的光线 紫黄尊者和坐下的四族尊者 这时候都聚集到一起 几位尊者没有出手 轰击封印 他们都静静地站立着 好像在等待着什么 在几位尊者的上空 有着三个巨大的凤凰虚影 这些凤凰虚影 透发出来的气息霸道而尊贵 但在霸道的气息之中 一丝衰老的气息挥之不去 这三个凤凰虚影 正是凤凰一族三位长老的意念所化 也只有长老及人物 才能够历经十万年封印 还能把自己的意念 送到封印之外 三个凤凰族长老 意念聚集在一起 他们中间闪烁着一个 拳头大小的光球 光球上面浮纹隐隐 光芒积射 不时展现出一些 星空景物 突然 光球 轰然炸开 三个凤凰虚影 齐齐一晃 差点就要消散 紫皇尊者吃了一惊 三位老祖 你们没事吧 居中的凤凰虚影 白白翅膀 示意自己没事 最后 陈生说道 我们三个 刚才是展出凤凰族秘书 得到了一个坏消息 紫皇尊者说道 大长老 什么坏消息 凤凤凰族大长老 缓缓地说道 我们根据种种迹象 得到了一个结论 那就是 张爷已经找上了龙族 并且已经把龙族的 凌波尊者斩杀 跟随着凌波尊者的 几位海族老祖 只怕 也被张爷给斩杀了 啊 紫皇尊者和坐下的 四族尊者 齐齐惊呼出声 这个消息 实在是太震撼了 紫皇尊者冷静道 张爷刚刚进入 蛮荒星空的时候 修为还是零到九重 就算他的修为 进阶到法道一重 他也不可能 轰杀凌波尊者 和几位海族老祖吧 况且 还有龙族大能 在暗中出手 张爷能够逃得一命 就算是侥幸了 怎么还能够 轰杀龙族的尊者呢 凤皇族大长老 欢欢地说道 具体的战斗过程 谁也不知道 我们也无法得知 不过 张爷取得了胜利 这是肯定的 我们感觉到 张爷的气息并没有消失 他的气韵变得更加强大了 现在他应该往我们这里赶来了 子皇尊者和坐下四族尊者都是倒抽一口冷气 张爷一口气杀掉了凌波尊者和海族的老族 这种战机实在是太可怕了 张爷到底是用什么手段轰杀了龙族尊者呢 子皇尊者和坐下的四族尊者 想破了脑袋 都想不到 凤皇族的三位长老 也是一片茫然 不知道身前的敌人 才是最恐怖的敌人 子皇尊者和坐下的四族尊者 都对张爷一无所知 一想到张爷正杀气腾腾地赶过来 大家都无法淡定 子皇尊者沉声说道 大长老 我们现在该怎么做 凤皇族大长老神色严肃 说道 龙族三个老家伙的战斗力 一点也不比我们三个老家伙低 他们都失败了 这说明张爷的精神力量 肯定极其强大 因此 我们三个老家伙就算是 齐齐出手展开灵魂攻击 只怕也无法奈何他 因此 我们要另想办法 紫皇尊者说道 什么办法 凤皇族大长老的目光 落到了天蓬族族长 蓬万里 孔雀族族长 孔神光 朱雀族族长 朱黎尊者 和金乌族族长 金药尊者身上 说道 我们三个老家伙 要借用你们的肉身一用 我们虽然老了 但对战斗的理解 应该超过你们 我们利用你们的肉身 就算张爷再强大 也是不惧了 也是不惧了 虚空微微扭矩 向行天和张爷 现出了身形 一人一向 朝着前方看去 前方 一片漆黑 正是凤皇族的风险之地 向行天跃跃欲试 说道 老大 我们直接就杀过去吧 我们只需要防这凤皇族 几个老家伙就可以了 其中的尊者 我们随手就可以杀掉 张爷微微沉溺 龙凤两族齐名于世 既然龙族能够知道我们到来 凤皇族 肯定也知道我们的到来 他们已经早早做好了准备 我们直接杀过去 只怕正好落入到他们的算计之中 这一次 我们也准备准备好了 听众朋友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